两间本地旅行社,冬仪旅游和折达假期被入品清盘 另外,新华旅游亦被入品,追讨几百万团费等欠款 入品状透露,韩国一间旅游服务公司,去年11月至今年2月 向新华提供酒店住宿、领团服务、落地费和团费等涉及457万 不过新华直至6月只是支付了130万 还有327万元是未支付 被入品追讨 另外,东宜旅游和折达假期被东亚银行入品清盘 高等法院排期年底聆讯